下面一句话就讲到 如果有这么一个处方的话 当这个病人想要 这一个处方 要重配一下 他就给这个号码 这个处方的号码 给这一个药店里面 或者打电话告诉他们 药店里面我现在有这么号码的一个处方 这个药店是哪里的呢 drugstore where he first bought the medicine 又来一个关系副词 各位还记得吧 where这个字也是关系词 可是呢 它是关系副词 就是讲前面那个drugstore 那个地方 他就把他的号码给这个药店 这个药店呢 where就是代表这个药店 中国话只好再重复讲一遍 这个药店呢 是他first bought the medicine 第一次从那里买这个药的药店 他就告诉他 所以后面的这个 where he first bought the medicine 虽然是个形容词的味道 形容这个drugstore 哪一家药店 但是我们说他的连接词 这个where是个关系副词 the pharmacist then 这个then的中国话最好先讲 然后这一个药剂师 the pharmacist就是药剂师 然后就provise him 提供给他 供应给他 就是provise him a new supply 一个新的供应 supply就是供应 在这里这个supply是名词 一个新的供应 新 形容词 形容这个名词 如果是动词的话也可以 那就是不是这个用法了 当然就是supply him 要供给他 现在这个a new supply 提供给他一个新的供应 of the medicine 这一种药 新的再供应给他一副药 many times 有很多的时候 however however 英文呢他放在这里 中国话还是把它讲到前面 可是很多的时候 times就是很多次 很多的时候都可以讲 the pharmacist is not allowed to refill the prescription without the doctor's permission 先讲最后几个字好了 但是可是呢 有很多的时候 先讲很多的时候讲完了 就讲最后的几个字 without the doctor's permission 没有这个医生的允许 the pharmacist is not allowed to 这个药剂师是不被允许 is not allowed 中国话 照字面来讲 就是他是不被允许 to refill 重新配这个prescription 这个处方 如果医生特别交代这个药剂师 你不可以随便给他配这个 重配这个处方 因为这里面呢 含有什么毒性在里面 如果他的身体啊 好一点的话 就不要再吃这个药 那医生啊 一定要这么讲啊 don't refill this prescription without my permission 没有我的允许 没有我的允许 不要这个 重配这个药 所以他就 用命令去告诉这个 pharmacist don't refill this prescription without my permission with my permission 有了我的允许 you can refill it 这些翻过来挣过去 都是练习啊 这个without什么 with什么 with your permission you cannot go out without your mother's permission 这个妈妈 管这个女儿 这个女儿老是出去玩 晚上十一二点不回来 那这个时候 告诉她 你今天不能再出去了 没有妈妈的允许 你不可以出去 you cannot go out without your mother's permission 我感谢您的 我感谢您的